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八拍哥哥 我是Chris 我是Eddie AKA殿一 小碩士 小博士 好那接續上禮拜的主題 我們這次要跟大家講的是 製作人會在家裡用到的 監聽喇叭 曾經我也想要做一名專業的DJ和製作人 甚至以百大DJ為目標 但當我下定決心要學習時 這些問題總讓我無法往前 現在你有更好的選擇 我們設計了一套系統式的教學 能讓大家同時學習DJ及編曲 每個月學費649元起 全中文化的教學 除此之外 我們更首創一對一的學習歷程檢視系統 課程內容我們更強調實務的重要性 會的DJ做的歌 卻不知道怎麼把自己推出去的話 我覺得非常可惜 如果有人可以因為我們的知識分享而發光發熱 我想沒有什麼比這更有意義 我是八拍哥哥 加入我們一起努力 我們將帶領你開啟夢想之路 那製作人跟DJ用的就像我們上禮拜說的 其實DJ的監聽喇叭它的要求 我覺得會沒有這麼高 因為DJ的監聽除非你真的是在那種外場 可能是在音樂節啊 或者是酒吧那種表演場地 我覺得它的要求會稍微再高一點 可是如果製作人的話 就像我上次說的 我們通常會希望聲音精準 但是聲音精準這件事情 它又很tricky 為什麼呢? 首先第一個 因為精準這件事情 每個人的定義其實不大一樣 例如說有一個聲音它很平 可是什麼叫做平 它是完完全沒有任何的情感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辦不到的 那再來你別人的曲風 我覺得多多少少也會影響到 你選擇的一些標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很看個人 那接著呢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 但是覺得大多數人會忽略 就是你的環境 或者這個環境呢 可能就是你的房間 或者是說你的所在地 例如說我現在在這一間 那我的空間可能並不是太大 你可能不適合太大的喇叭 那或者是說 你可能家裡是長居啊 你可能家裡有一塊很大的房間 可以讓你試使用 那你用太小的喇叭 那基本上它也沒有辦法去 保住你的需求 所以編曲用的喇叭 就是要因地之一 我覺得有一部分是 其實也是很看每個人 他聽起來的感覺 好那講了那麼多 這樣好像我們就沒得推嘛 大家自己去聽就好 好啦那也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自己也會 思心覺得有些喇叭 可能會蠻適合大家 剛才在製作的時候使用的 所以我們這邊也準備了幾個 我們覺得蠻適合的喇叭 推薦給大家 好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又要推的又是KRK KRK 沒錯 好上禮拜我把KRK講得一文不止 那這個一文不止 我覺得上禮拜KRK還不錯啊 我講的比較含蓄啊 但我坦白說我覺得 在第三代也就是G3以前 我覺得他的音質都是 偏向低音非常呼 那這個呼對我來說 他就是定位很不精準 很不精準意思是說 你其實分不清楚 他可能KICK 就是大鼓啊 或是BASS打下去 你又呼成一片 你已經不知道他實際的位置是在哪 很爽啊 對 看電影很爽 可是在我們做音樂的時候 他就會是一個悲劇 你會說我現在到底是要修哪邊 但是呢我覺得他從4代以後 他這個問題改善的很多 然後他的音質上面也有很大的進步 他後面可以調整的東西變多的 所以呢我覺得在同價位底下 其實KRK他還是相當的有競爭力 那只是說美中不足 我覺得他還是有存在低音比較大眼的問題 就是太美化了 對 但是我覺得他已經比上一代好非常多了 所以他也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那接著呢 如果你預算有限 你又想要找一些還不錯CP值的東西 或者是說你的房間本身沒有這麼大 你沒有辦法負荷到可能5吋以上的喇叭 那你對於音質也有一定要求的話 我這邊推薦一個神級 是IK Multimedia的i-Loud 那他為什麼很神奇呢 因為他只有這麼小 大概3吋 反正這麼小一個 以我以前的迷思 我會覺得說 不就是要一定尺寸以上 聽起來才會有 所以我覺得他有點打破 我對於小箱體喇叭的限制 那很多人之前在跟我提到這顆喇叭的時候 我剛才也是不大相信 可是實際上聽到之後 你真的會被他給驚豔 那i-Loud他其實有分兩個 一個是Micro 然後另外一個是MTN 那MTN他又更大 質疑點 他的音質也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他的價格 都是相當有競爭力的 台灣我記得賣1萬出啦 如果你從國外帶香香版回來的話 大概6-7000台幣有找 我覺得在這樣的價位 在這樣的箱體幾下 他的表現是非常可圈可點 所以如果對於你的房間大小有限制 或者是說 你覺得你的房間沒有辦法擺太大 肯定數度很小 或怎麼樣 我覺得這一對是非常有競爭力 那當然他還是有缺點 就像我講的小箱體 它本身就會有 玉力上的限制 如果要聽到很低的聲音 什麼30Hz 40Hz 那基本上這個是物理限制 這沒有辦法達到 可是我覺得在這樣的物理限制底下 他也有這麼出色的表現 我那時候聽到是蠻驚艷的 我覺得小小一顆 但是整體表現超乎我的想像 而且因為小箱體 通常還有一個問題 是你的聲音會聽起來很平面 因為畢竟他能夠 那種的材料大概就是那樣 可是i-loud的聲音 其實有顛覆聲音的一些想像 就不知道他到底是用什麼黑科技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試聽看看 好那再來第三個 我推的是監聽喇叭的老牌子 Adan 那Adan我之前蠻喜歡的一對喇叭 是A7X 那A7X呢 負名聲音 它7 就是指7吋的音色 所以它就只有7吋 它有A5X A3AX 那我會推到A7X的聲音 因為我之前是用A5X A5X最大的問題是 它的低音會下不去 那低音下不去 我就說遇到一個最大的問題 因為我低音聽不到 所以我的低音就一直把它boost上去 好越加越大然後就爆掉 沒錯 所以我會建議啦 如果你要買A系列的話 你就直接從7吋開始考慮 那價格呢 它價格就比較沒那麼清明 我覺得一對台灣好像3萬5 還是3萬7 就會稍微再貴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有考慮到這個價位的話 我覺得它是蠻不錯的 那它的音色蠻特別的是 高音的證號稱是可以到4萬Hz以上 實際上人應該是聽不到 但是你會感受到它的高音是非常亮 4萬Hz只有海豚聽得到吧 之類的 有誰知道海豚可以聽到多高 可以留言 態度矯正一下我們 那它的低音又很特別 它的低音是非常的彈 是很暴力 但是我也坦白說啦 我覺得那樣的彈 就是我們在做電子音樂的時候 其實是很爽 對是很爽 而且它的彈不像是KRK 彈上去會閃成一點 它是粒粒分泌 那我後來仔細思考一下 我覺得那個彈打下去 有點刻意的去修飾那個Kick動態感 所以我後來會選的後面這一對 其實很大一份原因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好像 跟我想像中監聽的感覺不大一樣 但是呢如果你是拿來做電子音樂 或者說做一些動態比較大的音樂的話 我覺得它滿適合的 那當然Aden它本身也是個老牌子 它其實也不是只有這麼高階的產品 它只有其他的 像是T5B吧 大家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當然他們不同的系列聲音聽起來都會有差 那我也坦白說 像T系列我自己就沒有實際的去聽過 但是據身邊的人的說法是 它的CP值也算是滿高的 價位也比較親民一些 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參考一下 好那如果你的價位有拉到比較高 可能5萬塊以上的話 那我們當然是要推我們 勝過方這一隊啦 這個是我自己挑了非常久才挑出來 我身邊也非常多人在用的這一隊 Newman的KH12 那這是一次父親嗎 對 那為什麼最後會選哪一顆 到底是什麼優點吸引到 這一隊我覺得最大最大的好處是 第一個它可以載5吋 5吋其實對於一般人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很剛好的尺寸 尤其是在家裡 那家裡基本上你不可能擺到7吋 甚至是更大 像A7X最大問題是它7吋 7吋其實很大 可能這麼寬 那你的桌子擺上去 它的空間就很有現實 那這顆5吋是它最大的優點 再來最後我再選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的聲音是真的很平 那個很平的是我自己實際上 可能用一個正弦波這樣子 一路掃頻率掃上去 我會覺得它各個地方的頻率表現 都是滿均衡的 正弦波是什麼 就這樣 當然這樣子的測試方法 它有失功能 因為人類對於各個頻率的感知 反正就不一樣 但是就我自己個人的觀點 這樣子聽下來 我會覺得這一對的聲音是非常的平緩 那大家也可以上網去找一下 所謂的頻率響應 因為叫Frequency Response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各個喇叭 每一個喇叭都會有它的Frequency Response 可以去看一下它在各個頻率表現是如何 那像這一對 這一對除了極低頻 大概低於35Hz以下 它的整個頻率響應是非常非常的平緩 那再來呢 我覺得也是有一個它外觀 它外觀我覺得其貌不一樣 我覺得其貌不一樣 但是聲長不熱的東西會特別深得我心 所以我自己那個時候選這一對 我到現在都沒有後悔 而且我覺得它在對我的工作上面 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真的比較貴 所以呢它其實有一個比較平價的版本 是KH80 那它的箱體就比較小一點 大概是3吋到3.5吋 它就沒有5吋這麼大 那當然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些東西會有它的物理極限 譬如說你KH80 因為它比較小 所以你的低音它能夠下潛的深度就會少很多 所以大家如果在這種小箱體的喇叭 都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60-70Hz以下的頻率 你就必須要用其他的方式來補充 好那我們上面推了4個喇叭 這邊也跟大家補充一下 挑選監聽喇叭 你需要注意什麼樣的規則 首先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監聽喇叭它的重點是 你的聲音必須要跟你平常聽到的東西 盡量不要有太多的渲染 所以我們之前的影片可能有多多少的提到 可能到那HIFI音響啊 或者是說那什麼家庭劇院 你拿來DJ拿來監聽 那我覺得可能還好 可以來做歌的話 可能就不是那麼的適合 耳朵會被騙的意思 沒錯 我們都希望我們在修音樂的時候 不希望有太多的渲染 我們才比較知道它真實的模樣 我們才可以去調整它 那再來呢 我覺得監聽喇叭還是要看你自己的預算 還有你的房間大小 那以一般來說 像我們這一間 我相信跟絕大多數人的房間 應該就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4-6吋是一個蠻適合的尺寸 那再上去7吋可能就要稍微再大一點點 例如說你家的客廳 是可以讓你這樣子為所欲為的 那我覺得7吋就是一個好的選擇 那假設你房間真的很小 可能只有我們這邊的三分之二 那我覺得你就可以考慮3吋的喇叭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喇叭跟耳機一樣 它所謂一分錢一分貨 是有它的道理在 雖然我們剛剛講很多CP值 但是那些CP值還是有它的缺點 有它的Trailoff在 那這些東西就是大家要各自去考量 最後呢這些東西都只是我們的建議 大家都一定還是要去試聽看看 其實在台灣各個音響店 多多少少都會有這些監聽喇叭可以去試聽 那我覺得試聽之後 這些東西才有可能會是最適合你的 好那我最後補充一點 很多人會在想 那如果我真的逼不得已 我真的只能調到3吋4吋這種小尺寸的喇叭 像我們前面講的i-law也好 或是KH80這種小箱體的喇叭 我有想要讓我的低音是不會過量的前提一下 我該怎麼做呢 這個時候你去挑一支好一點的耳機 然後再適時的用耳機去混音 其實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他沒有想像中這麼複雜 因為同樣的價格裡面 你同樣價格的喇叭跟耳機 耳機的等級一定會比較高 舉個例子 你對喇叭可能動不動就1萬2萬 1萬2萬在耳機裡面 你是可以買到非常非常好的 那耳機因為它的特性的關係 所以你在聽到的頻率通常又會再更下面一點 因為喇叭你如果聽到頻率 其實不是只有喇叭本身的問題 還有空間 你的空間如果比較小 其實你的低音本來就很難精準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的房間本身有限制的話 記得善用耳機去交互你對 有的時候耳機在幫助你滾低音的時候 會更有幫助 不一定完全要靠喇叭 OK 這是我們提供的小技巧 那這邊提醒大家 你如果有長時間戴耳機 記得一定要讓耳朵休息 不然你耳朵會壞掉 好 那我們這一次的監聽喇叭推薦 就推薦到這邊 我們挑選的這四個呢 是我們實際有挑過 而且呢是我們自己覺得還不錯的 當然世界上的喇叭非常非常多 像是我們前面講的四款之外 其實2020年也有推出了非常 一托拉古多的喇叭 有些台灣有進 有些台灣沒有進 無論這些有沒有 我們最後都希望大家在挑選的時候 都一定要去試聽 才有辦法選到適合自己的喇叭喔 OK 那我們這一集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這一集監聽喇叭推薦有幫助到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一次影片 請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幾下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